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,655.6亿元 同比增长1.1% 增速由负转正 而4月份为同比下降3.7% 数据波动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来看相关的解读 销售增长加快 部分行业利润好转 费用增速放缓 是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由负转正的核心原因 具体来看 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5.0% 而4月份为下降0.7% 此外主要装备制造业 煤炭行业利润回暖 其中电子行业 电器机械行业 通用设备行业 专用设备行业 煤炭开采行业利润增长居前 上述5个行业合计影响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比4月份回升6.0个百分点 另外企业财务等相关费用的增速回落 减少了一定支出 从而推高了整体利润增速上行 公业利润水平的这个比较大幅的波动的话 主要是受季节性因素和商机 激速的一些影响 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业 它的就是利润率水平相对还是较低的 比如讲的汽车制造行业 今年来的话它的下行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 同比分别增长6.2% 6.7% 而4月份增速都处于负增长区间 利润增速的回暖 使得企业效益状况有所改善 请不吝点赞订阅